插画家很擅长用画笔讲故事 但一幅画很难讲完一个复杂的故事 Garrett Everton 的插画非常简洁 他将自己的冷幽默融入作品中 第一眼看去觉得好笑 仔细品味才能发现背后的黑暗 一 成年人的世界如此恐怖 二 送子鸟 忍耐 你需要这份工作 你需要这份工作 三 爱河的镜头是失望瀑布 四 这算勇气吗 五 别样的挑衅 六 它们每天都骚我痒 来研究动物会不会叫 你那边呢 七 冬天室外的铁柱格外甜美 不幸可以甜一甜 八 我想要一个好看的飞子型 不要这个打勾图案 九 它小时候很可爱 但现在会要人命吧 十 在网路的深海沉沦 十一 长绿地产 十二 看天意吧 十三 食物大战 十四 手机的文字自动校正功能好烦啊 哦 罗密欧 罗密欧 你跑去拿狗屁了罗密欧 十五 终于找到宝藏啦 十六 这里面有卖给你迷幻药的人吗 十七 你这个禽兽 十八 你的脚是谁做的 十九 我浪费了生命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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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 好消息是我们提前完成了计划 坏消息是Anderson撒了骨壳剪 二十一 妈妈 这是我的新女朋友 美杜莎 妈妈 二十二 工作之余的消遣 二十三 亲爱的妈妈 我终于走红啦 二十四 是自助结账系统 不是自我检测啦 二十五 你会飞吗 二十六 好吧 他是个混蛋 二十七 老鼠们的猜词游戏 答案是祭司吗 二十八 人生最尴尬的时刻 二十九 我是世界之王 三十 老板 Billy有话要说 Billy 对不起 我在汤里尿尿了